時間到了 小朋友是不是很喜歡吃呢 很多人收到芬姐的香唇菇 很少吃過 所以今天芬姐和香唇菇 做了一個菜 拿些馬蹄 拿幾粒的 拿少許的梅頭肉 少許的瘦肉 這個香唇菇 浸泡半小時就可以了 炸好水就可以了 切些瘦肉 這裡有肥和瘦的豬肉 切些馬蹄 一定要把馬蹄和豬肉一起炸 就會混合得很好 好 攪拌肉 幫我自己調味 1匙大的生粉 要加2匙才會滑 1匙沙糖 1匙小匙小匙 最重要是加點水 加點麻油 少許的豬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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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焦粉 這個時候我們先攪拌一下 為什麼要加水呢 加水就沒那麼粗 蒸起來就滑很多 攪拌完了 放一些生辣 放入牛油才會更加香 更加好吃 用香的唇菇浸泡半小時 用生粉擦一擦 擦一擦菇 在吃的菇煮熟了豬肉的味道 很棒 拿一些出來 搓圓 把杞子放進去 滾 放進去蒸 小朋友很喜歡冬菇 很香 我們蒸十分鐘 全程大火 時間到了 小朋友是不是很喜歡吃呢 這個很好送飯 記得可以排上 一包香醇菇已經煮了很多餐 很簡單 也可以蒸牛肉 也可以蒸豬肉 記得關注芬姐